我们再来说一说备受期待的电影《建军大业》 作为建国三部曲的第三部 这部电影被提荡到了今天下午两点正式公映了 很多网友关心这部电影 因为其中包含像李一峰 张艺兴 陆寒 董子健 这样的炙手可热的小鲜肉 尤其是一众小鲜肉能不能演好这样的革命题材 也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最近叶挺将军之后 叶大英在个人微博上就质疑该片 对导演刘伟强启用一位女里女气的小鲜肉 出演叶挺将军表示非常的不满 说这个做法是对叶挺和他的家人的羞辱 对此呢 导演刘伟强也是正面回复了对电影的质疑 说对质量是觉得问心无愧的 那到底小鲜肉是不是和演这样的老革命家呢 我们看到网友也都是分为两派 有一派呢 是支持叶大英的看法 另外一部分呢 则是认为啊 也应当给予年轻的演员一些成长的机会 不过究竟这小鲜肉演得怎么样啊 各位看客们只有进入到电影院才能够知道了 那目前这个话题有1600多万网友在围观 有将近20万人在参与讨论